41岁梅根摆出高姿态,跟凯特王妃互翻白眼,轴里同旷火药未失足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英国王室来讲也是如此 轴里关系甚至比婆媳关系都紧张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显然不是善茶,不愿意接受王室不公廷的待遇,更不愿意输给凯特王妃 41岁的梅根摆出高姿态,跟凯特王妃居然互翻白眼,轴里同旷的时候火药未失足 国葬十几天的时间内,凯特和梅根居然零交流,关系破裂的传闻不绝于耳 两家人的重举充斥着尴尬,但是却不得不同况,两位公爵夫人在暗自较劲 在参加温莎城堡徒步旅行的时候,哈里和梅根全程在秀恩爱,旁若无人的样子令人不解 41岁的梅根摆出高姿态,除了跟民众互动的时候,全程都一副生人物金的模样 尤其跟凯特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就像是实话了一般,没有任何交流,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翻看王室老照片就会发现,哈里夫妇离开王室前,就被整个温莎家族排挤 尤其王室F4同旷的时候,哈里和梅根居然互翻白眼,证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 肢体语言专家卡迪亚·卢瓦萨尔认为,只有威廉王子的态度比较主动,希望缓和关系 但是凯特和梅根却极其不配合,即使在公开场合还是摆着脸色,整个国葬中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凯特王妃来讲,直接无视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存在,把她当成了空气 毕竟现在凯特已经是威尔士王妃,名副其实的英国王楚飞,根本没有必要跟梅根竞争 从现场的公务照也能看出,梅根被整个王室孤立,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外的时候,无比孤独 凯特宁愿跟卡米拉交谈,也不搭理前王妃梅根,证明轴里关系确实出现了问题 其实从很多细节也能发现,梅根始终保持盛气凌人的状态,而凯特处于防御阶段 很显然梅根很不自在,曾经不断抹黑和爆料王室,就连自己也脸上无光站不住脚 王室专家卡迪亚·洛伊萨尔认为,威廉已经做出了所有的努力,希望缓和尴尬的关系 然而凯特王妃的眼神同样冰冷,就像是要冻住梅根一样,同框的时候全程都充满寒意 似乎凯特有洞察一切的能力,梅根则眼神闪躲,明显很不自信 这并不是友好的眼神,更像是在警告或者宣战,轴里之间的大战似乎已处即发 可以看到梅根有不少小动作,跟民众挥手示意的时候,中途停下来整理头发 这些行为都是避免跟凯特有眼神基础,尤其梅根张开双臂的时候 在自己前面形成了一个闭环,直接把凯特王妃隔离出去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觉得,这对轴里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且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 就连威廉和哈里,也只是礼貌性的对话,看不出有任何亲密的感情 之所以轴里矛盾如此深,其实早在梅根大婚的时候,两个人就闹得不可开交 因为到底要不要给夏洛特穿连裤袜,轴里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为后续闹翻,埋下了导火索 凯特王妃时候还写了道歉信,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委屈 之后矛盾日益加深 这次王室四人组一起出境,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关系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虽然王室渴望他们缓和关系,但是梅根和哈里不断爆料,遭到整个家族的隔离 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倒霉鬼 任何细节都有可能被拿出来说是,远离梅根才能保平安 说到底还是因为利益分配,威廉是未来的英国国王 而哈里什么都不是,以往两个轴里同在一个屋檐下,凯特还能容忍和退让 如今,梅根已经是平民,维尔士王妃自然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事实上两位公爵夫人不可能成为朋友 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连直戏亲属都会闹翻 更何况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尤其梅根口无遮拦的爆料,导致凯特王妃大为不满 因此同框的时候才不会给她好脸色 民众都希望家和万事兴,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两家人将会彻底闹翻 哈里其实并不成熟,处处被美根牵着鼻子走 任何人都说服不了她 这段婚姻让苏塞克斯公爵一错再错